鳕咖啡 少く進入 5好 各位師兄晚安 歡迎收看中毒TV產日編 阿斐中國一二 cried 說話之前 有人歡喜有人仇 歡喜的就是姚本輝 姚本輝真的厲害 拿著打比大賽之餘 大四張獲得,打給賽子以後 昨天的警察杯也獲得了 看見樣子真是英之實實 有人仇就是阿斐,真是不好意思 學阿阿明所說,熱門不穩 貼了所有熱門買,真是無藥 但阿斐不會灰心 也希望一二場,真是不要再輸了 近期真是黑仔黃黑到阿斐都懷疑人生 拍片都很害怕 各位師兄可以拿阿斐來做燈 我亦都說阿Q精神 繼續希望自己不是地獄黑仔黃 今次一二場,可以有什麼賣筆? 提供給大家 看你們厲害,還是阿斐繼續登出來了 現在,所有嘗試來說,就是蔡若翰都一名 第二名,毛加姦,姚本輝就上來了 支持一下我們的華將 連馬斯不是每次都是全部鬼佬 華人也可以看到 姚本輝,羅富泉,李里里建威 審習成都可以慢慢上來了 今次我們的華將 連馬房也近期越來越好 希望,對於馬坦來說 有新的貢獻,不要全部都是鬼佬 今次沙田來說 同樣是蔡若翰 出場是220場 遙本輝為何稱讚他呢? 因為他出賽不多 167場 但他足足贏了22個冠軍 今次可想而知 近期今天的馬桂的馬匹 真的非常好一點 好 於是,今次阿斐同樣想 會不會近期真的可以王上交王呢? 近期馬房的馬匹大了 今次第一場4分1200米賽事 會不會在沙田第一場 又是拉頭馬呢? 於是阿斐第一時間 網網第11號 上交 就是姚本輝馬房 直接來看重庭 統計資料 一刻一跳 全部都是黃色 即是證明了 六個架 有齊了 一貫一壓一貴 然後這隻上交 20日前才1分0974 很小的 真是不錯 同樣呢 入圍的機會率40% 同樣 最有利的評分 加20 那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姚本輝 你進去看看 就發現 在13檔上一次 蘇兆輝刷的情況下 1832磅 13檔情況下 僅贏了4分3個馬位 1分0974 今次 雖然升班上來是二選馬匹 但今次同樣拿回蘇兆輝 減磅至17磅的蘇兆輝 今次拿了一檔 阿輝就看暈了 螢光幕見到的 游人有餘 走勢涼街 我看看今次這隻馬匹 是否真的可以升班上來之後 再添一次幫姚本輝贏了頭馬 好 即時去片看看 各位留意 13號仔 橙色帽 然後白色衫 1已經在最外跌 13檔位情況下 那隻 就是今次阿輝提供給大家的 姚本輝馬房的 就是上交 由於最外檔 全虧了 在1200米 即使是直路情況下 一隻馬要快放出去 流力情況下 現在看到蘇兆輝 拉回內蘭 那一下 省了一點力氣 基本上跑順了之後 遙本輝馬房這隻上交 好像也有點力度 咬緊咬著第三檔 第三名 準備去轉彎一下 馬匹由於內檔 涉了情況下 蘇兆輝 基本上 慢慢保持著第三名 不會太快爆出來 馬匹最重要是 後面那200米 暫時後面馬匹 都不是追趕情況下 蘇兆輝依然有它的節奏 最後300米 撞到幾下情況下 上交上來了 基本上後面被10號仔緊咬著 最後都是這兩隻馬匹 不斷鬥爭 最後 撞到幾下情況下 確定了50米 蘇兆輝之外 馬匹可以贏的情況下 發覺累了 收薑 看到嗎? 收了邊測 贏了4分3 4分3的馬位 這次的頭馬 回頭 後面有幾個馬匹 撞右邊 但是遙本輝 這隻馬匹上格 在蘇兆輝刷的情況下 撞到幾下 就贏了 其實這隻馬匹 看多幾下 是動有貨 所以這次升班上來1200米 阿斐看好你上校 因為這次阿斐和他 因為輸得多情況下 我純粹博他可以 單棍情況下 上連贏和那個位置Q 都可以一次過贏得回來 所以推出給大家的第一場 穩膽的就是11號上校 雖然升班上來1200米 這次是四班賽事 第2次推出給大家的 就是9號 品斗紅菜 選擇它的原因 就於12號的優遊盒 同樣都是巴道測棋開的 但當時大家看看 12號優遊盒 在巴道測棋情況下 429田草1000米賽事 直到賽的 輸六有2分的馬位 去到500谷草千米那次 那時輸七有4分的馬位 但太差了 而且這隻馬匹 看一看 全路賽都是跑不成功的 輸得特別多 所以優遊客巴道測棋不是傻 肯定不要五盤子馬房 反而去到9號 就是粉豆紅菜 這隻馬匹 就是由葉草和馬房 為何這次阿斐 大家肯定會質疑阿斐 喂大哥 490田草千世美那次 輸九有4分的馬位 然後910谷草前土 410田草千米那次 同樣都是輸三日四分的馬位 為何你選擇阿斐 都是沒料到的 真的大家留在他 看多一點點 你會發覺 1月15日 330田草千米那次 巴道134重榜情況下 跑二檔 當時贏了四分三馬位 僅贏 當時成績1分10.42 升班上的情況下 361田草千米那次 巴道輕榜119磅 十一檔外檔 更加輸到短頭 當時成績更好過 1月15日那次 330那次 成績1分09.96 所以巴道這隻馬匹是沒有問題的 但為何無端端 在馬雅410田草千米那次 搶的情況下 輸三日四分的馬位 但為何去到490 千世美增程了 哇大哥 輸九日四分的馬位 肯定有些問題 所以阿斐帶大家看看 這條影片為何巴道輸這麼多 一出集七檔 粉紅色衣、粉紅色帽 就是這次巴道拆棋 開的那隻 就是粉紅材 其實一開始沒有問題的 轉彎那一刻 去到這裏 停一停 白色衣、白色帽 這隻是潘道拆棋 開的 那隻馬是合合行的 就是內檔那隻 紫色衣、紫色帽 那隻是潘明輝拆棋 那隻是閃得快的 夾住了 它想塞進去就塞不到 向外移也不會那麼碎 加上沒有位移 所以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大家看到了 潘頓不斷看後面 做什麼 因為想塞到內蘭 轉彎那一下 塞到它的情況下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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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鏡頭給大家看看 它轉彎那一下 碼筆很明顯卡了一下 所以到最後,碼筆節奏已經影響了 到最後那一刻已經是在後面碼筆 到400米那一刻,依然發現碼筆是有在 粉紅彩,是未掉在後面 但因為影響了節奏,其他碼筆在後面效雷居上 所以見到,碼筆基本上已經放棄狀態 200米那一刻已經放棄,直接放棄去邊塞碼筆 所以最後消失在鏡頭面前,輸了這個賽事 輸了9月42分的碼筆 所以輸了這麼多原因,是因為被潘頓 卡了,但又不見潘頓這場勝出 頂你路,頂你肺 最後,因為上次輸9月42分的碼筆 有原因情況下,加上近幾次 361和330,都是贏4分3碼筆 和輸短頭,這次同樣,121磅 在134磅和119磅的中間位置 所以這次跑四檔,這隻9號的粉紅彩 是阿肺的異選 三選提供給大家的就是1號的經典之光 如何來看一看 3月5日,465填鎖千元賽事 才跑過 同樣,今次多135磅 上次7檔,今次3檔 在這麼多搶口外碟搶口情況下 造酒時間1分09.97 大家看一看,在最快同情時間 兩年前,這隻粉紅彩1分09.68 最快的,接著已經上校1分09.74 拉羅第三名已經是1號的經典之光 1分09.79 所以,今次同樣都是蔡明少 135磅,重磅情況 一樣從這個磅數情況下 所以這次三選正常跑得了 正常跑得了 就可以了 所以第三選就是1號的經典之光 推介給大家 第2場,五班千六名賽事 這一場馬真的全部馬都有少少問題 所以這隻都是差的 1號的俄龍區是阿斐首選 但為什麼綠色了它呢? 因為真的這隻馬令到阿斐是50-50 為什麼或者1號的俄龍區 阿斐是50-50 怎麼來看一看 這隻馬匹之前是4班情況 突然間上一個賽有3月15日 降班情況下493 9檔的情況下 135磅重磅的潘頓 都可以贏到的 一日食分的馬位 這次14檔 我真的太外檔了 但由於降班 全都買得到水平版賽事 直撥率上次也有7.5 這次最外檔情況下 我覺得配回潘頓 因為整件事 它的賠率和地撥率會給你 因為賠率問題 我覺得1號的俄龍區 由於14檔肯定給你賠率 我都希望可以拿去做斬 有更加好分頭 還有一隻馬匹 之前那幾次 都是... 其實... 真的好事 因為它是4班降到5班 第二場 所以我博士馬匹 還有貨 14個外檔肯定我賠率 所以直撥率高 說直撥率高 由於1號的俄龍區 不算特別超穩 但阿菲覺得因為是相信潘頓 這場就買個位置Q 我不會選擇第二 所以我也不會選擇3號 果然進 還有... 平時賠率是11號的獵狐者威 因為果然進 那些... 為什麼不選擇他呢? 同情 你看到了... 班德里刷期確 然後... 密度朗請我提醒一下 1分34秒 1分35秒 OK 阿菲你說過 基本上1分... 現在你選擇那隻 奧龍區 1分36秒 以及楊威四方 1分36秒 為什麼今次這隻 報名刷期確實 之前拍開135秒 你不選擇 你看一下 7檔 未去過報名 密度朗那次是11倍 然後去到不得利 13倍外檔情況下 因為... 你看到了... 他輕綁 然後那時的成績是9.7倍 這次又抱了報名 我覺得只會更加熱 你想想多次 上一個賽日 122一檔情況下 在內檔那一檔 已經是4.7倍 所以今次了 3號果然進 鋼板馬配報名 134磅 跑中檔 肥肥的 又不是特別好 那檔位 這個直播率不夠高 所以3號果然進 阿菲不會要 11號的獵者 同樣 直播率問題 何則堯 你看到 一馬筆之前 19磅 一檔情況下 3.2倍 今次124磅 5檔情況下 告訴王牌他 更加只會熱 記者 其實今次要買的 位置Q 我不是連贏 所以我不會選擇 11號的獵戶 我只會選擇 直播率高 以及有機會贏 所以最後 阿菲一推給大家 就是14號 楊威四方 選擇他 比較高能力挑戰 因為最主要是直播率問題 按這裡 每日看的 同情知道 13檔 楊明倫 1.9磅 13檔外檔 成績 1分36秒 13 今次 1日5磅 楊明倫 9檔 比13檔要耐些 差一點 希望1分36秒 73 更加向前移 上次是78倍 這隻馬筆入了三甲之內 非常之好 今次觸摸他不到 不要緊 看看拆棋指示 何亮 即時 全日三隻馬筆 都是給楊明倫 主帥是他的 地場的5班16秒賽事 怕死他沒有出賽 王牌組 給楊明倫 楊威四方 一分鐘 有妖之作 所以 14號的楊威四方 阿菲一看好他 直播率超高 三選 就是4號的巴巴兵 簡介原因 降班馬 全部馬筆 全馬筆 都是比較水平的 一隻 輸5個馬尾 然後 輸成 8個馬尾 3個馬尾 9個馬尾 全部馬筆 輸5個馬尾 3個馬尾 幾個馬尾 唯獨4號的 這隻巴巴兵 之前 最主要都是輸2個馬尾左右 摸下去 全部都是輸2、3馬尾 這隻馬筆 跑了長途 2,200米賽事 跑過 1隻9磅 周俊樂 情況下 輸1日4分1馬尾 上次 田土16米 周俊樂 12檔 12檔 遵惡的情況下 都是輸2個馬尾 成績1分36.16 記住 拿去看看 布密室 那時322 谷土18米 輸2個馬尾 當然是贏過一下 也是輸過一下 這隻馬筆 長途 中長途 都可以 這次降斑馬 到這裏 4號的巴巴兵 由於 雖然重磅頂級 一數少輝 但是由於三檔 這隻馬筆 在這麼多隻馬筆 輸這麼多情況下 也在在 在禁期降斑馬筆 輸的馬筆 特別多 這隻馬筆 輸得少少少少 所以4號的巴巴兵 是阿斐的三選 重複一次 第2場 五班千里米賽事 首選1號的 我龍驅 報解 潘棚 用天盤 直播率 因為賠率給你 2選 由於馬筆2Q 14號的楊威四方 肯定是特別好一點的 好 三選就是4號的巴巴幣 由於其他馬筆來說 真的輸馬位特別多 近期這隻馬筆 就輸得特別少 所以現在減回4號的巴巴幣 就是第2場的5萬千里米賽事 阿斐的貼士 好 到最後 多謝各位師兄 這室都還沒走開的 如果喜歡阿斐 提示的 支持一下中TV 訂閱頻道 有什麼小便 提供給大家 多謝 是這 拜拜